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慶水農機 今天要講的是割草機的 機頭保養的重要性 今天這一集呢就是要跟大家講這個割草機的機頭的保養 那其實割草機需要保養大家都知道 但機頭這個部分呢是大家一直都會忽略的地方 是大家有可能都會忘記去保養的地方 那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部分需要你去做保養 所以呢我們今天也做了一個教具給大家看 好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呢拿了一台報廢的割草機呢 然後我們就把它的機頭呢 稍微把它切開 然後呢我讓大家看一下裡面的結構是怎麼樣 好這樣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我把這個鏡頭放大 好那我們現在模擬一次這個 當割草機發動的時候 然後這個傳動軸呢開始旋轉的時候呢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旋轉 好現在假設我們割草機已經開始在割了 那傳動軸旋轉帶動第一顆 螺旋扇形齒輪 帶動第二顆螺旋扇形齒輪 再到我們的刀具這樣子 所以呢齒輪跟齒輪之間呢 一定會產生摩擦 那也一定會產生能量 一定會產生能量 好所以說呢 這裡呢在齒輪齒輪之間呢 一定要有這個潤滑的部分 好一定要有潤滑的部分 那基本上原廠在出廠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 耐高溫的黃油 就是人家常講的牛油啦 牛油這樣子 那平常的話呢 其實這個地方也必須要做保養 我給大家看到一顆新的 好這一顆是新的 在背面這裡啊 這一顆就是我們在保養的時候呢 要添的這個孔 要添的這個孔 有一些呢這個孔呢 是 像有10號的 有12有13 那也有內六角都有 像這個是10號的 這樣子 然後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它就有一個孔 然後讓你 讓你去補這個 這個牛油 或是甚至是齒輪油 也沒關係 但你那個番數一定要高一點的齒輪油 像是大概140就可以用 那基本上呢 我自己比較常用的就是 用耐高溫的黃油會比較多啦 跟在那個軟管在保養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順便幫客人做保養 好那有哪些情況會讓這個機頭磨損 首先 第一個 你常打到硬的東西 例如像石頭啊 然後或者是樹木 你常不小心去砍到 會撞到 因為那個盾力很大 那個盾的力道非常大 那你可能就會讓你這個齒輪啊 容易就是一直磨損 甚至崩齒的狀況 再來第二個 跑水道 跑水進去 例如說你常用水在沖你的這個機頭 用水在沖你的機頭 導致你這個軟層啊 裡面的滾珠 裡面的滾珠生鏽 然後導致這個軟層 爆掉 軟層壞掉 或卡死等等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很常見的就是客人啊 他都沒有裝那個羅帽保護套 很多客人不裝這個羅帽保護套 讓這個軟啊 讓這個軟一直在磨地板 一直在磨地板 導致這個羅帽跟這個軟都壞掉了 都壞掉了 這個也是機頭會損壞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 呃 這個有磨損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 螺旋的 扇形齒輪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尺 都已經崩尺了有沒有 這個也是一樣 有沒有看到 這個都已經崩尺了 然後這個軟層 完全卡死 完全卡死 那這邊的軟層呢 就是有點稍微卡卡的 沒有那麼順暢 沒有那麼順暢 那會導致這些原因呢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那些狀況 可能打到硬的東西啊 或者是真的就是用久了 都一定會有磨損 然後這個齒輪的崩尺有沒有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原因 那軟層會卡死呢 有很很大原因就是有時候溫度過高 溫度過高然後導致變形 然後或者是說 就真的跑水進去導致它的那個滾珠都已經生鏽了 這是都有可能的 好那有人就會問說那我到底 多久需要保養這個機頭一次 基本上如果你勤快一點的話 你的軟管 假設你是背負式的 你的軟管在保養的時候呢 你這個機頭就可以順便做保養 那如果說你是 監視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大概就是可能50個小時 50個小時或100個小時就 補一下黃油補一下黃油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對這個機頭的 它的壽命會更長 會更長 好我們往後面看 就是現在這個傳動軸的部分 我也稍微聚了一節 讓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構造 那你看一下 除了傳動軸之外呢 它的外面還有包了一層黑色的這個塑膠 硬質塑膠 那它這個呢就是要 保持讓這個 傳動軸呢 不要 過大的震動 過大的震動 讓它有一個穩定的效果 因為這隻呢傳動軸很長 很長 好那 它很長的狀態下呢 你在旋轉的時候一定會震動 上下震動 左右震動這樣子 所以有這個 黑色塑膠呢 能讓它穩定保持在中心點 好 不斷的高速旋轉 所以說 999呢 這隻傳動軸也要拉出來 好拉出來 插一插 然後呢 一樣 補一點這個 黃油 補一點黃油 甚至你要用噴的也沒有關係 好你要用噴的也沒關係 好你要用拉出來用噴的也都可以 好假設你今天真的很不幸的 你的機頭真的壞掉了 好你發現是機頭損壞了 那你怎麼去跟當地的農技養跟他說 你要買什麼尺寸呢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看你的外外管的這個管徑啊 你的管徑是24的 還是26的 還是28mm 好你要先第一個缺了你的管徑 管徑大小 第二個 確認你機頭啊 你當你先把這個機頭拔開 然後呢 你看一下你這個傳動軸的尺數 像我這一隻 這一台啊 這台的尺數是屬於四方形的 四方形的 那市面上常見的還有7尺的 跟9尺的 你去算那個尺數 算他的尺數 好 如果你拿這個 你這個管 你這個桿子啊 本來應該是四方形的 結果你拿了一個7尺或9尺的這個機頭 來裝的話一定是裝不下去的 所以把握幾個重點就是 管徑 還有呢 你的這個 傳動軸的這個尺數是多少 這是重點 好最後呢 我做一個總結 那這個機頭的部分呢 是很多人會 忘記去保養他的一個部分 但他又是割草機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零件 很重要的一個零件 那我建議大家呢 每50或每100小時 或是說你在保養軟管的時候 就順便保養這個機頭 好 那就可以延長你這個機頭的壽命 延長機頭的壽命 好那如果 你要 買這個機頭的話呢 記得 管徑的尺寸 好 還有以及你的這個尺數 這個傳動軸的尺數是多少 好那 今天的影片呢 好就到這邊 好那你有什麼 想法或意見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